身为华夏儿女都应该了解自己的祖国 中国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 位于亚欧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 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 中国的版图仿佛像一只熊鸡 面对海洋昂首挺立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 人口约14.12亿 另外海域面积约470万平方公里 共分为四大海域 分别是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中国南北跨度约5500公里 最南端是海南省南沙群岛的曾母安沙 最北端是黑龙江省墨河市 也是我国唯一能看到北极光的地方 中国东西跨度约5200公里 东西时差长达4个小时 最东端是黑龙江省福远市黑虾子岛 这里是最早将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 最西端位于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之上 是三个国家交界的地方 也是中国最往看到日落的地方 中国的地形分为三个阶梯 第一阶梯是我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 号称世界无几 第二阶梯在青藏高原边缘以东和以北 是一系列宽广的高原和巨大的盆地 平均海拔在1000到2000米左右 第三阶梯主要是丘陵和平原分布为主 大部分地区海拔较低 都在500米以下 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 起点是青海唐古拉山各拉丹东风 终点在上海崇明岛以东 注入东海 全长6387公里 中国寒沙量最大的河流黄河 全长5464公里 起点在青海八雁克拉山北路 最终注入渤海 中国最大的三个岛 第一台湾岛相当于2.5个东地温 是中国第一大岛 第二海南岛相当于两个斐济共和国 第三崇明岛相当于4个马尔代夫 中国最高的山峰是珠穆朗莽峰 海拔高度8848.86米 中国最长最宽的山脉 昆仑山脉 是中国第一神山 也是中华儿女的发源地 世界上最大最深的峡谷 雅鲁藏布大峡谷 最深6000米 外国的峡谷在它面前只能干白下风 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河流 雅鲁藏布江 也是中国最长的高原河流 中国最大的四个盆地 第一塔里木盆地 相当于一个西班牙 第二准戈尔盆地 相当于一个意大利 第三四川盆地 相当于一个新西兰 第四柴达木盆地 相当于一个英国 中国的三山分别是安徽黄山 江西庐山 浙江燕荡山 中国五越分别是东越泰山 西越华山 北越恒山 中越松山 南越恒山 中国最大的三大平原 第一东北平原相当于一个德国 第二华北平原 相当于一个芬兰 第三长江中下游平原 相当于一个叙利亚 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区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面积约166万平方公里 比四个日本还要大 中国四大地理分区 分别是青藏地区 西北地区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 那么最后考大家一下 你知道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 有多少个吗 关注罗飞飞带你周游世界